第141集 虽然扎住血脉 鲜血仍像喷泉一样 从胳膊断面冒了出来 还来不及止血 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托马斯神父 见这股哨流了这么多血 昏死过去 了尘长老 自从牧室中就昏迷不醒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完好无损 果然信上帝是正途 不能见死不救 先想办法 把他们两个中国人 弄到外边去再说 刚要动手脱拽这股哨 眼前却出现了一幕 恐怖的情形 这股哨自己割掉的 那多半条手臂 上边的皮肉 已经全部化为浓水 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 从那浓水中飞出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小黑点 在木道中盘旋 托马斯神父被这些漂浮在半空的黑色颗粒 吓得灵魂都快出窍了 在灵光筒蓝幽幽的光线下 这些黑色颗粒若隐若现 似乎想要慢慢聚集成一团 托马斯神父知道 这大概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魔鬼的呼吸 怎么样才能对付魔鬼的呼吸呢 圣经上好像写了 用圣水 圣饼 还是用十字架呢 糟糕 这时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了 托马斯神父暗自责怪自己没用 被撒旦的使徒吓破了胆了 现在死了 也没脸去见天父 必须拿出点作为神父的勇气来 托马斯神父想尽办法 让自己冷静下来 想到这狗娘养的魔鬼呼吸 喜欢温度高的东西 但是现在身上没有什么火柴 蜡烛之类的道具了 如何才能引开这些邪恶的黑雾呢 上帝保佑 这些魔鬼的呼吸 并不太多 托马斯神父猛然间想了 他们好像惧怕胜水之类的液体 可是身上没有水壶 不知道吐口水管不管用 撒尿的话 又恐怕尿液是有温度的 一时间转了七八个念头 都没有什么用处 面对着已经聚集成一团的黑雾 托马斯神父心急如焚 这时只听身后有人轻哼了一声 转头一看 却是这股少苏醒了过来 急忙去扶住他 指着那一小团黑雾紧张的 话也说不出来 这股少刚才是疼晕过去 流了不少血 面色惨白 多亏自己提前扎住了血脉 胳膊上的血流光了之后 就不再大量流血 要是等得托马斯神父这个笨蛋帮忙 此刻早已死了多时了 这股少被托马斯神父一扶住 神志就恢复了七八分 见白玉拱门前飞舞着一小团黑色的鬼物 正循着人血的温度 要向自己逼近过来 连忙取出了另一把枪 拨开机头 对准玉门上的铜锁就是一枪 先前了尘长老与这股少已经探得明白 玉门上的铜锁是连心锁 一旦受到外力接触 引发了里面的机关 就会使玉门两侧的门洞中放出暗器 这种门洞型的机关大畅四开 不会是小型暗器 以这股少的经验判断 应该是滚石流沙一类的大型机构 目前只有借助外力堵上一把了 如果门洞中放出的是毒烟 那就大家同归于尽 倘若是木桩流沙一类的 可以利用它们挡住在洞口的鬼物 好不容易逃到这里 终不能最后眼睁睁的 被这碰不得摸不得的鬼物 害死在这木道里 子弹击中铜锁 触动了连心锁中的机关 只听两侧的门洞中轰隆隆 举向震耳欲聋 无数的流沙像潮水一样倾泻了远 沙子里面明显有很多红色的颗粒 是毒沙 说时迟那时快 从这股少开枪击中铜锁 到两侧的洞中喷涌出大量 挨上救死沾着救亡的毒沙 总共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那片鬼物完全被毒沙埋住 毒沙越喷越多 如果这时候 是站在御门前开锁的人 认你是三头六臂 也必定躲闪不及 一瞬间就会被两道毒沙冲到 活活埋在下面 这股少与托马斯神父 拖拽着了臣长老 拼命往木道外边跑 也无暇去顾忌身后的情况 只听见流沙激烈的倾泻 两个门洞中间都堆满了 还听得隆隆之声不绝于耳 跑出了木门 在树井中站定 这才有机会喘口气 这股少把云南白药 撒在了断壁处 多半截胳膊算是没了 以后也别想再倒倒了 想到这里 觉得胸口发闷 又想要吐血 急忙又吞了两粒 红莲妙心丸 延缓血流的速度 这股少最为挂心的 便是柳臣长老的伤势 人家是为了自己 才大老远跑到克兰山下 这要是连累了老和尚的性命 罪过可就大了 于是与托马斯神父一起把了臣长老扶起来 查看他的伤势 托马斯神父 拖着了臣长老的后背 谁想到用手一扶了臣长老的后背 见满手都是血迹 惊叫了一声 哎呀 失血 老和尚受伤了 从牧师到树井 三人一路奔逃 这股少与托马斯神父谁也没顾得上 看了臣长老到底伤在哪里 这时候才看明白 原来珊瑚宝树折断的时候 辽臣长老跌在了地上 他脚下挂着一具人骨 也一起跌得散了架 其中一根折断的骨头 从辽臣长老后背刺了进去 这下扎破了肝脏 伤得极深 九成九是救不得了 这股少把身上带的云南白药 全倒在了辽臣长老后背的伤口上 却都被鲜血立刻冲掉 这股少束手无策 心中难过 止不住垂下泪来 取出百宝囊中的北地玄珠 放在辽臣长老的鼻前 用手指一搓 撵出一点消失粉末 想把辽臣长老救醒 听他临终的遗言 辽臣长老的鼻腔被消失一呛 咳嗽两声 悠悠行软 见这股少与托马斯神父都双目含泪 在身旁注视着自己 便自知命不久长 一把握住了这股少的右手 对这股少说 老那马上就要舍去这身臭皮囊了 你们也不用难过 只是 只是有些话你需记住 这股少 这股少捶泪点头 听辽臣长老继续说 老那 早已金盆洗手多年 不再算是摸金校尾了 身上这枚摸金服务 也一并交付于你 只可惜 你我缘分不够 这分金定学秘书 不能传你了 你若有机会 可以去寻找老那昔日的一位同行 他有个绰号 叫做金算盘 平时做商骨打扮 只在黄河两岸 做倒斗摸金的勾当 此人最善星象 风水树树天干地支 哪一类门道 近代能与他相提并论的 只有晚清时期的 阴阳风水汉龙高手 张三恋子 不过那张三爷早已做谷 到了现如今 分金定学之术 除老那之外 天下再无人 能出金算盘其佑 你拿着老那的摸金服 去找金算盘 他一定能帮你 另外这块龙骨上 刻有凤凤凰胆的标记 又藏在西夏藏宝洞最深处 里面可能有极其重要的线索 说不定可以给寻找牧尘珠 提供一些参考 这姑少心想 自己左手都没了 这辈子恐怕别想再道道了 就算知道了牧尘珠在哪 恐怕也取不到了 眼见了尘长老呼吸越来越弱 想对他说几句话 却哽咽着张不开嘴 只是咬住嘴唇 全身颤抖 了尘长老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 你须谨记 绝不可以再随便开杀戒 道斗损应得 手下须留情 老那 老那这边去了 说完之后 一口气道不上来 就此撒手西去 这姑少跪倒在地 不停地给了尘长老尸身磕头 第142集 托马斯神父死说活圈 才把这姑少拉了起来 这树井中不是酒流之地 二人携带着了尘长老的尸身 爬回通天大佛寺的宝殿之内 就于佛祖宝像面前 把了尘长老的尸身焚化了 这才挥泪离去 从那以后的几年中 这姑少按照了尘长老的遗嘱 到处寻找那位 出没在黄河两岸山陕之地 勾当的摩金啸位金算盘 然而踏遍了各地 全无此人的踪迹 从西夏藏宝洞中 带出来的一文龙骨 也请很多宝学知识看 无人能够识得 其中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 当时的世界恰逢乱世 空气间正酝酿着一场 席卷天下的巨大战争 这姑少受到美国神父托马斯的帮助 把亲眷都移居到了遥远的 美利坚合众国 这姑少心灰意冷 就在美国田纳西州隐居了起来 不理事事 扎格拉玛人本来在四十岁后 身体就会逐渐衰弱 血液中的铁元素逐渐减少 十余年后 血液逐渐变成黄色 名为固态 才会受尽折磨而死 很多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 就在最后选择了自杀 但是这种症状离鬼洞越远 发作的越慢 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 平均时间向后推迟了二十年 随后的中国战火连铁 再想找凤凰胆木沉珠 就不容易了 而且这姑少一族 人口凋零 实在没什么能担当大任职 这姑少心也冷了 心想大概再过百余年 这最后的几条血脉都断了 这个古老的不足也就完了 这些事 后来被山瑞扬的父亲 杨玄威知晓了 杨玄威不仅喜欢考古 更热衷于冒险 为了想办法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他决定展开行动 由于龙骨上的谜文 无法破解 想寻找牧尘珠 是十分渺茫的 杨玄威年轻时 就研究西域文化 不过他研究的范围 是汉唐时期 也就是西域繁荣 达到最顶峰的这一个阶段 西域早在四千五百年前 就已经有若干次文明出现了 扎格拉玛绿洲 就是其中一支 后来发现的小河墓藏群 也是有着四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 所以杨玄威 对扎格拉玛山 金爵国之前的事 所知有限 他估计 在金爵国的鬼洞中 一定有某些重要线索 而且杨玄威 是认定科学掌控一切的那种人 当时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 兴起了第二波沙漠科考热潮 借着这场东风 杨玄威顺利的组成了一支职业探险队 没想到 自从进入沙漠之后 就从此一去不返 随后 杨玄威顺利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父亲 参加了陈教授及他的助手学生 所组成的考古队 在黑沙漠 穿过黑色的扎格拉玛山谷 在金爵古城的地下宫殿深处 终于见到了无敌鬼洞 陈教授 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为主 组成的考古队 进入沙漠寻找惊觉遗迹 死在黑沙漠里的 那就不说了 剩下口气活着走出来的 也就那么地了 最惨的人肯定是陈教授 受到太大的刺激 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 那是一场噩梦一样的经历 在当时 杨玄威顺利还不知道自己 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之间 有着如此多深深纠缠的羁绊 从沙漠中回来后 杨玄威顺利还带着陈教授 去美国治疗 没过多久 两人背后便都长出了 眼球形状的红色淤痕 而且陈教授的情况比较严重 患上了罕见的铁缺乏症 各个医疗机构都对此病束手无策 杨玄威顺利还在扎格拉玛神山中 从先知末世录中得知自己 有可能是扎格拉玛不足的后裔 于是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调查 对过去的宿命了解的越多 越明白无敌轨动的事 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目前对无敌轨动的了解 甚至还不到冰山一角 Sherry Young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 便是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 一文龙骨 上面的一文无人能识 唯一能够确认的是 龙骨上刻了许多眼球符号 那种特殊的形状 让人一目了然 与在新疆打破的玉石眼球 还有长在背后的深红色痕迹 都是一模一样 这块一文龙骨 一定是记载有关 牧尘珠的重要记录 如果能够破解其中内容 说不定就可以找到牧尘珠 否则Sherry Young 胖子还有我 将来临死的时候 就免不了受那种血液凝固 变黄的折磨 而精神崩溃了的陈教授身上 这种恶疾已经开始滋生 天晓得那老头能撑多久 打从陕西回来以后 我始终寝食不安 就是因为不知道 背后长得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从Sherry Young口中 得到了证实 果然是和那该死的 无敌鬼洞有关 心中反而踏实了 也并非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可怕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反正那种怪病 要好多年之后才会发作 那时候 大不了我也移民 去美国避难就好了 不过陈教授怎么办呢 难道就看着老头子 这么死掉不成 有些时候不得不相信 冥冥中自有宿命的牵引 恰好我在不久前 曾在古田县得知 孙教授曾经破解过这种龙骨天书 天书中的内容绝对保密 孙教授一个字不肯泄露 而且目前掌握天书解读方法的 全世界恐怕暂时只有孙教授一个人 因为这项研究成果还没有对外公开 我把这些事也详详细细的对Sherry 讲了一遍 孙教授虽然不同情面 守口如瓶 但是毕竟他也是凡人 如果跟他死磕 让他开口应该不是问题 可是然后呢 按照线索去倒抖 把那颗大眼球一样的木尘珠 倒出来吗 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说说那么容易的 那些班山道人找了那么多年 都没有找到 我们这些人去找 可以说也是半点把握没有 而且古墓中的危险实在太多 搞不好还得搭上几条性命 那可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Sherry见我在走神 以为我心中对找木尘珠 有所顾虑 便问我 怎么 你害怕了 我只想 等有了线索之后 请你把我带到地方 进去倒抖 只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我打断了沈瑞阳的话 怎么着 小看人是不是 真是笑话 你也不打听打听 胡爷我能有害怕的时候吗 那个越南人你知道吧 怎么样 别看又黑又瘦 跟小瘦筋似的 但是够厉害的吧 把你们美国人都练跑了 结果还不是让我给办了 当年队阅自卫反击战的时候 我可是大军的前不正印先锋官 要不是中央军委拦着我 我就把河内给他占了 算了 反正跟你说了 你也觉得我吹牛 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自己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 更何况这里边 还有你和陈教授的事 我绝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我说完 拉着沈瑞阳要离开公园的长椅 沈瑞阳问我去哪 我对他说 咱俩都跟这儿砍一下午了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胖子他们还在潘建园等着我呢 我回去让他收拾收拾 咱们明天就去陕西找孙教授 不管他说不说 一定要把他的牙撬开 然后咱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沈瑞阳叹了口气 你就是太容易冲动 想什么是什么 这些事哪有这么简单 你说孙教授为什么不肯说呢 是不是怕泄露天机 给他自己带着危险呢 其实 怎么跟你这洋妞说呢 中国人有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很难解释 别听孙教授对我连吓唬带渣唬 没那么邪乎 以我察言官司的经验来判断 姓孙的老棺材嚷子 一定是被上级领导办了 什么办了 这些事要让我对沈瑞阳解释清楚 还真不太容易 我想了想 对沈瑞阳说 给你举个例子吧 第143集 我继续说 比如在中国 有位权威人士 这位人士说 一加一等于三 后来孙教授求证出了一个结果 是一加一应该等于二 但是就由于先说一加一等于三的那位爷 是某个权威人士 所以他即使是错了 也不允许有人提出异议 孙教授可能从龙骨天书中 发现了某些颠覆性的内容 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所以被领导下了进口令 不许对任何人说 因此他才会像现在这么怪癖 我看多半是他娘的被憋得有点愤世嫉俗了 我心中的打算是 先找到孙教授问个明白 若是这龙骨天书中没有牧尘珠的线索 那也就罢了 倘若真有 多半也是与扎格拉玛仙人们占卜的那样 终归是要着落在某个大墓里埋着 我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 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 倒个大斗 发一笔横财 然后再金盆洗手 否则空有这一身分金定穴的本事 没处施展 岂不复诸流水 白白可惜了 眼前正是个合适的机会 救别人也顺便救自己 正好还可以还了欠塞尔阳的人情债 其实就算不欠他的人情 凭我们之间一同患过难的交情 再加上他救过我的命 冲着这些 我也不能不帮他和陈教授的忙 等找到牧尘珠 我就不要了 那个物件不是俗物 不是凡人可以销售的 但是这次行动可不是考古了 是名副其实的倒斗 现在我用钱的地方很多 如果倒斗的过程中 遇到别的名气 到时候俺老胡可就再也不客气了 好坏也要顺上他两样 我打定了主意 对塞尔阳说 咱们现在先去找胖子 还有大金牙 这些事也少不了要他帮忙 正好我们请你吃顿便饭 北京饭店怎么样 对了 你有外汇吗 先给我换点 在那吃饭人民币不管用 我带着塞尔阳回到潘家园的时候 胖子和大金牙刚做完一大单 一枪打的洋装 卖出去五六块绿头带盼眼 最近生意真是不错 照这么倒腾下去 过不了几天 我们又要奔陕西产地皮了 我让胖子和大金牙收拾收拾 大伙一到奔了建国饭店 席间把塞尔阳的事说了一遍 说我打算跟他去找牧尘珠 大金牙听明白之后对我说 胡爷 我说句不该说的 要依我看 不去找 没准还能多活几年 现在咱们在潘家园的生意太火了 犯不上贴家舍业再去倒倒 古墓里可有粽子啊 胖子对大金牙说 老金啊 这个 这个倒 还是要倒的 咱得摸回几样能压箱子底的名气来 这样做起买卖来底气才足 让那些大主顾不敢小觑了咱们 你尽管放心老金 你身子骨不行 扛不住折腾 不会让你去倒倒的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 万一要是真有粽子 老子就代表人民枪毙了他 我也学了邓大人的四川口音 对大金牙说 是啊老金 不要怕打破这些瓶瓶罐罐 也不要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我们今天之所以放弃这个地方 正是因为我们要长久的保存这个地方吗 大金牙听吧 撕着金光闪闪的金牙一乐 对我们说 行 我算服了二位也 拿得起放得下 轻生死重情义 真是汗了 其实也不光是我 现在在攀家园一提您二位哪个不竖大拇指 都知道参见员有名的灌卖香油货 不脚颜碎 使尽不使出有来无往的硬汉 胖子边吃边搓脚丫子 听大金牙称赞我们连连点头 听到后来觉得不对劲了 便问道 哎老金 你是夸我们的吗 还是骂我们呢 我怎么听着不对呢 大金牙急忙对胖子说 于兄可没这个意思 我见筛瑞扬在一旁低头不语 满面愁容 容颜之间很是憔悴 我知道 他是担心陈教授的安危 觉得我和胖子大金牙凑一块 说不了正事 说着说着就砍开了 于是赶紧对胖子大金牙说 好了好了 咱们也该说些正经事了 我把咱们今后的任务布置一下 我说这位王凯旋同志 这是高级饭店 请你在就餐的时候注意点礼貌 不要边吃边用手抠脚背鸭 成何体统 胖子漫不经心的对我说 搓脚气搓的心里头 舒服啊 再说我爹当年就喜欢一边搓脚鸭子 一边吃饭抽烟 这是革命时代养成的光荣传统 今天改革开放了 我们更应该把它发扬光大 让脚鸭子彻底翻身得解放 你没看在座还有美国有人吗 现在这可是外交场合 我他娘子真懒得管你了 你就是快上不了台面的料 雪儿梅羊见我说了半天也说不到正题 秀眉微醋 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 我这才想到又扯远了 连忙让胖子和大金羊安静下来 同雪儿梅羊详细的商议了一番 怎么才能找到那颗真正的木尘珠 别看胖子平时魂不练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要说起找宝贝摸名气的勾当 他现在比我都来劲 当然也怪不得他 眼睁睁这是真来钱啊 既然是去倒斗 不管能不能找到木尘珠 那古墓里价值连城陪葬品是少不了的 所以现在胖子也认真起来了 大金羊更是格外热心 又不用他去倒斗 但是既然参与进来了 名气少不了分他一份 我之所以拉大金羊入伙 是因为大金羊人脉最广 在黑市上手眼通天 几乎没有搞不到的东西 倒斗需要的器材装备 都免不了要他去上货 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商量了大半天 最后决定要找木尘珠 必定要先从刻满天书的这块 一文龙骨入手 拿着踏片到陕西去找孙教授 死活也要套出来 这一文龙骨中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 然后与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相结合 以此为线索继续追查 一旦有了确切的目标 就该开始行动了 去陕西古田越快越好 由Sherry昂和我两个人去 明天就立刻动身 把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 那块一文龙骨 插他个底里掉 由于胖子有恐高症 坐不了飞机 所以就让胖子留下来 同大金牙采买各种装备 Sherry昂把了臣长老 遗留下来的摸金服给了我 我喜出望外 这回倒其斗来 心中更有底了 而且现在三个人 每人一枚正宗的摸金服 看来上天注定 要我们三人要同心和胆 结伙去倒斗了 另外Sherry昂还把他外公留下的 一些摸金效尾的器械 都一并带了来 包括金刚伞 捆尸索 探阴罩 玄风铲 寻龙烟 风云果 软尸香 摸尸手套 北地玄珠 阴阳镜 墨斗 桃木钉 黑褶子 水火鞋等等等等 还有摸金效尾 制造各种密钥的配方 这些摸金效尾们 千百年中 依靠经验与技术 制成的器械 对我们来说 都是宝贝中的宝贝 有很多 我只是听说过 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的家伙 有的这些传统器物 再加上 让胖子与大金牙 置办我们惯用的一些装备 工兵铲 狼眼手电筒 战术植北针 散兵刀 潜水表 防毒面具 防水火柴 登山盔 头戴射灯 冷烟火 照明信号弹 固体燃料 睡袋 过滤水壶 望远镜 温度计 气压计 急救箱 各种绳索安全栓 应该说不管去哪 都差不多足够应付了 如果环境特殊 需要一些特殊的器材 可以再进行补充 工兵铲 最好能买到我们最初用的那种 二战时期装备 德军山地师的 如果买不到的话 美国陆军的制式 也可以 第144集 第144集 散兵刀 直卖苏联的 俄式的 我们用着很顺手 因为各种散兵刀 性能与造型 都有差距 割东西 或者近战防身 还得是苏联160 禁卫空降时的散兵刀 用着最顺手 有了这些半工具 半武器的装备 不需要枪械也没问题 不过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 我们的失败常常是由于轻敌 道斗这行的 经验远比装备重要 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胆略 就算武装到了牙齿 也照样得把小命送掉 从黑风口野人沟 到沙漠中的晶爵迷城 再到龙岭中的墓中墓 虽然野人沟的墓 只是个落魄将军 京爵古城那次 有考古队的人跟着 不能算是道斗 龙岭中是处空坟 但是这三次深入古墓的经历 可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经验 不过大型古墓 都是古代某种特权阶级的人生中之福 对于古人来讲 意义非常 古墓里面 往往除了铜棺铁国 还要出水击沙 处处都是机关 更有无数意想不到的艰险之处 所以事前的准备必须万全 尽量把能想到的情况都考虑进去 众人商议一定各自回去休息 第二天一早分头行动 我跟山洋阳一起 坚诚赶到了西安 然后怀着迫切的心情 搭车前往孙教授 带领考古工作组 驻扎的古田县 却没想到 在古田县 又发生了意外 孙教授已经离开了古田县招待所 孙教授常年驻扎在古田 负责回收各种有关古文字的出土文物 他要是不在县城 肯定是下到农村去工作了 那想找他可就很难了 没想到 事先计划好的第一步就不顺利了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时 碰见了招待所食堂的老熟人 老流头 他告诉我们 在古田县附近的石碑店 某间棺材铺里 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 还不到半天 这件事 整个古田县都轰传遍了 孙教授现在 带着人去看现场了 你们可以去那里找他 至于棺材铺中 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你们去了一看便知 老流头说孙教授他们 也就刚去了半天 石碑店 离古田县城并不远 但是那地方很背 没去过的人 不一定能找到 我找个人 带你们去吧 于是喊过来街上 一个约有十岁 大小的憨娃 那是他孙子 平时跟父母在河南 每年学校放暑假 都到古田县来玩 石碑店 离县城很近 这小子经常去那边玩 老流头招呼那小孩 二小 别耍了 带你叔和你 去趟石碑店 他们要找那位 考古队的孙教授 二小的脑袋 剃了个刮皮头 可能刚跟别的小孩 打完架 身上全都是土 拖了一行 都快流过河的青笔体 见老流头 让他给我们带路 就引着我和 山瑞扬二人 去石碑店 到石碑店的路 果然十分难行 竟是崎岖不平的 扬长小道 二小告诉我们说 离得不远 就是路不好走 走过前面最高的 那个山坡就到了 石碑阳 见这孩子身上太脏 看不过去 便掏出手帕 给他擦了擦鼻涕 和颜悦色地问他 你叫二小 姓什么呢 二小抹了抹鼻涕 打道 小名叫二小 姓个王 王二小 我一听这小孩的名字 有意思 便同他开玩笑 你这娃叫王二小 你小子该不会把我们当鬼子 引进伏击圈吧 王二小傻乎乎地对我说 叔啊 啥是伏击圈 对了 那女子 是你啥人来 她长得真好看来 我偷眼一看 Sherry昂走在后边 便悄声告诉二小 什么好看不好看的 你这小屁孩 小小年纪 怎么不学好呢 她是我老婆 脾气不好 除了我 谁都不让看 你最好别惹她 Sherry昂走在后边 虽然我说话声音小 还是被她顺风 听见了我的后半句话 老胡 你刚说 说别惹谁 我赶紧拍了拍 王二小的头 对Sherry昂说 我刚说 这小鬼很顽皮 这么丁点小 就知道花姑娘 好看的干活 现在这帮小孩啊 别提了 没几个当初 跟我小时候似的 从小就那么 胸怀大志 富有良谋 我的话音未落 突然从山坡后 转出了一个 头撒白羊毒 手巾的农村壮汉 腰里扎了条皮带 手里拎着根棍子 对我们喝道 站住 剩花姑娘的干活 你们是不是日吗 人 我被她吓了一跳 虽然这里是山沟 但是这光天化日 难道还要捡静的强人不成 赶忙把二小和Sherry昂挡在身后 对那汉子说 哎呀老乡 别误会 都是自己人啊 我们不是日军 我们是八路军武功队 头扎白毛巾的老乡 对我们三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 啥八路爵吧 我看你们不像是好人 然后说着就拿棍子赶我们 说这里被民兵戒严了不许进 我心想这没栽没战的戒哪门子严呢 再说没听说民兵拿木头棍子戒严 这么一说 这孙子疯了是怎么着 于是挽起了袖子 打算把他手中的棍子抢下来 以免这莽撞的农夫伤了人 我正要过去放对 却想不到 这位自称是石碑店民兵牌排长的乡民 竟然认识我们三人之中的二小 原来二小总跟他儿子一起玩 这样一来双方就不再动手 站定了讲话 那民兵排长 啄嘴笨塞 香音又重 跟我们说了半天 我才大概听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这石碑店的名字 得自于附近的一座不知名石碑 那石碑十分高大 顶天立地 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遗留下来的 风吹雨打 碑上的字迹早已经模糊不清了 提起石碑店 最著名的不是那块破石碑 而是村中的一间老字号棺材铺 附近十里八村 包括古田县城 都只有这一间棺材铺 因为其余卖棺材的生意都不如他 传说这间老棺材铺最早的时候掌柜的是个做木匠活的好手 刚开始经营的是一间木工作坊 有一次这位木匠师傅给一户人家打了口棺材 这口棺材刚做完还没上漆 按规矩还得给人家走十八道大漆 当时这口半成品的棺材就在他的木匠铺里摆着 晚上的时候木匠师傅坐在中堂喝了几杯老酒 一想到生意不好做半个多月就结了这么一个伙 心中免不了有些许憋闷 于是拍着棺材长须短叹 酒一发作不知不觉就趴在棺材上睡着了 当天晚上木匠师傅做了一个梦 梦见棺材里有一团寒冰 冻得他全身打颤 如坠入冰窟一般 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 开门一看 原来是同村有户人家 夜里有人过世 赶来他这里定做一户棺木 难得一个活没完 立刻又来了个新活 木匠师傅心中大喜 但是又不好表露出来 毕竟是给人家操办白事的打寿材 表面上也得表现得沉痛一点 为了对村林的故去表示深切的同情 木匠师傅又顺手拍了一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 然后收了定金 开始忙活起来 日头刚升到头顶 木匠师傅正在赶工打造寿材 忽然又有人来定棺木 这可真是奇怪 村里一年也只不过死十来个人 这么一会儿功夫连着死了两个人 木匠越想越不对 回忆起自己夜里做的梦来 难道那些人死 是因为自己用手拍棺材吗 于是又试着拍了拍 那口半成品棺木 不到天黑 果然又有人死了 木匠又惊又喜 惊得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用手一拍棺木 附近就有人死掉 喜的是 这回不愁没生意做了 第145集 这位木工师傅 本就是个穷怕的主 这时候哪还管得了别人死活呀 难道就因为那些互不相干的人 放着发财的道不走吗 当然不行 木匠一看活太多做不过来 连夜去别的棺材铺 买了几口现成的寿材回来 从那以后 木匠师傅这间铺面 就彻底变成了棺材铺 而且他还发现一个秘密 拍这口棺材的时候 越用力拍死人的地方 就离这儿越远 这死人钱是很好赚的 他越赚钱越多 心也就越黑 把附近所有的棺材铺都吞并了 只要拍的两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 就等着数钱了 但是也不敢拍起来没个完 谁知道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秘密也从没被他泄露过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些事还是被大伙知道了 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很难说 也没有证据 所以也没办法拿他见官 只是人人见了他 都跟碧温神似的躲得远远的 到老连个媳妇都没有取长 前不久 这位曾经的小木匠 现在的棺材铺老掌柜 死在了自己家里 人们发现了尸体的事 已经烂得臭气熏天了 这附近只有他这一间棺材铺 店中的寿材都卖光了 只有堂中摆放着的那口半成品棺木 村里人想起那些风言风语 也都提心吊态 但是村委会不能不管 总不能任由棺材铺老掌柜烂到家里 这天气正热 万一起了湿温可不得了 虽然当时实行了火葬 但是在农村土葬的观念 仍然是根深蒂固 于是村长找了几个胆大的民兵 用编织袋兜了尸体 准备放进棺木中下葬 没想到刚把棺木挪开 就发现棺木下边的地面上 裂开一道细缝 这缝隙很深 把手搁上边 感觉凉风嗖嗖的往外冒 下边好像是个大洞 有那些好奇的人 就把地面的砖石撬开 发现下边果然是个洞穴 而且里面寒气逼人 民兵排长自告奋勇的下去一探究竟 让人用筐把它吊下去 没下去多久 就拼命摇绳 让人把它拉上来 这一趟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说下边都是长大青砖铺旧 下边有一个石床 上面摆着一个石头峡峡 这石峡不大 又扁又平 上面刻了很多奇怪的字 民兵排长顺手把石峡拿了上来 大伙把石峡打开一看 里面是烟红四血的六尊不知名御寿 据民兵排长说 那洞穴下边好像还有一层 但是太黑太阴森 不敢再进去看了 由于有村里的干部在场 村民们表现的觉悟都很高 立刻通知了古田县的考古工作队 孙教授闻讯之后 知道这次发现可能非常重大 一刻没敢耽搁 立刻就带人赶了过来 在这种乡下地方 一年到头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所以消息传得很快 连县城里的人 都敢去看热闹 为了维持秩序 孙教授让村里的民兵 拦住村外的闲杂人等 不让他们进去围观 因为这洞穴的范围和规模 以及背景都还不清楚 一旦被破坏了 那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所以民兵排长 就拿着鸡毛当令箭 带人在各个入口设了卡子 宣称本村进入军事戒严状态 这才把我和筛瑞扬 拦住盘问 我听了民兵排长的话 知道对付他们这种势力小能 不能硬着来 得说点好话 给他点好处 就能够进去找孙教授了 于是对民兵排长说 哎呀 连长同志 我们都是孙教授的熟人呢 找他确实有急事 您给行个方便吧 说着塞给民兵排长五块钱 民兵排长接过钱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面额 忽然村里来人招呼他 说带着考古队来的 那个老干部死了 赶来通知民兵排长的村民 说考古队中老干部死了 我和筛瑞扬闻听此言 脑中都是嗡的一声 那老干部怕不是别人 多半便是我们要找的孙教授啊 他要是死了 我们也要大势去 怎么早不死晚不死 偏偏赶在这个警官结要的时候 听了村民对民兵排长继续汇报情况 原来是考古队 只来了两个人 让村民用框 把他们掉进棺材铺的洞穴中 看看下面究竟是什么所在 下去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招呼也不见动静 村长担心他们出现意外 便想选几个胆子壮的村民下去找他们 但是大伙都吓坏了 联想起棺材铺的传说 一时间人心惶惶 谁都不敢下去送死 说这洞八成是通着阴曹地府 下去就上不来了 只有民兵排长这个壮汉 曾经下去过一趟 所以村长无奈之下 就派人来找他回去帮忙 民兵排长上次下到地洞之中 也是硬充好汉 回想起那个阴冷的洞窟 此时站在太阳底下 都要全身抖成散头 现在看村长派人来找自己 说不定是打算再让他下去一回 一想到此处 民兵排长腿肚子转筋 暗地里叫了一声命苦 想转身回去 却说什么也迈不开腿了 山瑞扬见这是个机会 便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心中会议 既然孙教授生死不明 落在地洞中 我们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必须冒险下去 把他救上来 这里穷乡僻壤 等到别人来救 孙教授必定无幸 于是我紧握住 民兵排长的手 对他说 哎呀连长同志啊 原来首先下地道的英雄 就是你呀 此等作为 非是等闲之辈 能和你握手 我实在是太荣幸了 民兵排长虽然是个操汉 但是非常虚荣 否则他也不会搞什么 民兵戒严的闹剧 见我如此说话 心中大为受用 我趁热打铁 接着对民兵排长说 我知道那种地洞 认你是铁打的好汉 时间长了 也抵御不了 洞中阴寒气息 你既然已经下过一次 地洞探险 我们同考古队的孙教授 就是那个快秃顶的 倔老头是老熟人 不如你带我们过去 我替你走声一走 当然我这种举动 一是为了救我的老朋友 二来也是为了深入 学习你的英雄事迹 不但我个人要向你学习 我还要号召全国人民 都持续开展一场 轰轰烈烈的向你学习运动 所以你快快带我们去 村中的棺材铺吧 民兵排长有些为难 兄弟啊 你看这 肥是个不肯放你进村 只是组织上对民兵们 有过脚带 几天不得令 闲杂人等进去 我听得心头火气 五内声言 看来这孙子 孩他娘的吃软不吃硬 给了钱 说了好话 还不让劲 那我可就跟你不客气了 于是一把抓住了 民兵排长手中的棍棒 板起脸来对他说 你看见我身后那位小姐了吗 她是美国特配员 实话告诉你 我们是中美合作所的 你要是再耽误我们的大师 他就要召会咱们国家外交部 让组织上把你这个排长的职务给去了 我说你他娘的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 怎么就这么瞧不出眉眼高低呢 你没看出来他都不耐烦了吗 这也就是他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若不敬佩你是条好汉 就不会对你说这些道理 你到底让不让我们过去 民兵排长听得稀里糊涂 也没听明白我说的话具体是什么意思 但是听说可以找什么管 让组织上处理它 心中历史虚了 当即答应带我们进村 我拿了两块钱 给了刘老头的外孙子 让他买糖吃 告诉他回去的路上别贪玩 就打发他回家去了 我与Sary昂也不敢耽搁 匆匆跟着民兵排长进了山坡后的石碑殿村 一转过山坡 眼前豁然开朗 原来这石碑殿 位于一处秋陵环绕的小盆地 这里得天独厚 地理环境十分的优越 冬暖夏凉 旱季的时候 像这种小盆地 由于气压的关系也不会缺少雨水 黄河泛滥之时 又四周密密沙沙的丘陵抵挡 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而且这石碑殿的人口还着实不少 少说也有五六百户 从山坡上俯瞰下去 村中整顿的颇为奇整 有序 第一百四十六集 前行不远 就看一处山坡上 立着块巨大的石碑 当年我看过泰山上的无字碑 就已经十分巨大了 这石碑殿村口的石碑 比起泰山无字碑 也小不了多少 石碑上字迹早就没有了 在远处望去 像块雾突的大石板 碑下有个无头的大力石兽 看那样子 倒是有几分像父碑的碧气 不过又似是而非 我和山若阳赶着进村 去救孙教授 途中见着石碑奇特 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却又都瞧不出这石碑的来历 山若阳问我 这倒并不像是墓碑 你看这附近 像是有古墓的样子 我边走边四处打量 这里环境不错 气候宜人适合居住 但是这四周竟是散乱丘陵 不成格局 排不上形式礼器 不像是有古墓的样子 即便有 也不会是王侯贵族的灵气 听那民兵排长说 在村中棺材铺下发现的地洞 里面阴气逼人 第一层又有青砖铺地 中间有石床 而且在下面还另有洞田 那会是个什么地方呢 不管怎么说 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 就寄托在孙教授身上 他在地洞中生死不明 管他下边是什么龙潭虎穴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上来 当下和山若阳一起 加快脚步前行 民兵排长在前面引路 来到村东头的一间棺材铺前停下 这里不仅卖兽财 还卖香克芝麻 门前挂着块老匾 门前围着很多看热闹的村民 堂前有三五个 绑大腰圆的民兵把持着 不让众人入内 其实就算让进去看 现在也没人敢进了 大伙都是心中疑神疑鬼 议论纷纷 有的说这个洞 大概通着黄河底下的龙宫 这一惊动可不得了 过几天黄河龙王一怒 就要淹了这方圆千里啊 有的说那洞洞里是连着阴曹地府 如果拖到了晚间还不舔死封好 阴间的恶鬼幽魂便要从洞中跑出来祸害人了 还有个村里的小学老师 说得更邪乱 说得更邪乎 一般这些个驴日的动个圣啊 就知道个迷信六四秋的 那下边银冷冷的一定是同着南极州 过一会地球那一段的冰水就倒灌过来 严死你们这帮迷信驴日的 村里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头脑 正急得团团乱转 省里派来的两名考古人员 下到了洞之后就没动静了 拉上来的大筐也是空的 又没人敢下去探上一探 回头上级怪罪下来 尾时难以开通 村长等人正没理会处 见民兵排长回转了来 这位排长是全村有名的大胆 既然村民们都不敢吓动 只好再让民兵排长给大伙带个头 民兵排长不等村长发令 就把我和Sherry洋引荐出来 说这二位是中美合作所的 也是考古队的 与下面生死不明的 那两个考古工作者都认识 村长联盟把我紧紧抱住了 哎呀 个个头智啊 那么是盼星星盼月亮啊 总算是把组织上的人给盼来了 随后诉说了一大堆面临的困难 不是村委会不想救人 但是村里人都被这个棺材铺的传说给吓怕了 本来有一个排的民兵啊 但是从79年开始编制就没满过 满的满算 就七八个乌合之众 都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 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不知该如何应对 既然有上级派来的同志 那民兵就全归你指挥了 我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了 他是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 现在我也顾不上跟他掰着这个 我进屋看了一眼地穴 棺材铺塘中的地砖被撬开了很多 下边露出了一条巨大的缝隙 里面黑洞洞的 也看不清究竟有多深 我什么家伙都没带 只凭我和山尔卫阳下去 救人十分困难 必须有人帮忙 于是我先让村长 派一个腿脚快的村民 到县城去搬救兵 不管是公安也好 武警也好 还有医务人员 让他们越快赶来越好 不过这种乡下县城的职能部分 一旦运转起来 需要层层请示 积极批复 效率极低 不能完全指望着 他们能够及时赶来 我知道孙教授等人 已经下去时间不短了 真要是有危险 多半早就死了 只能祈求祖师爷保佑 他们只是被困在下边 这样我们下去救援 还有一线机会 但是欲速则不大 这回不能再贸然行动 而且这些民兵们 都是乌合之中 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要是再出意外 就麻烦大了 随后让民兵排长 集合全体民兵 算上那位民兵排长 一共有八个人 都拎着烧火棍和红营枪 站成横向一列 我站在前面对他们说 同志们 我们有两位同志在下边遇难了 我现在要带着你们去救他们 大伙都听我指挥 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这下边不是什么阴草地府 有可能是个古代的某种遗迹 我请你们去救人 也不会是义务劳动 你们每人有一百块钱的劳务费 把人救上来 每人再多给一百 怎么样 同志们 有没有决心 敢不敢去啊 民兵们刚开始都没精打采 不想去冒险 但是村长发的话 又不能不听 有几个人甚至打算装肚子疼不去 但是听到后来 说一人给两百块钱劳务费 立刻精神摆备 一个个昂首挺胸 精神面貌上为之一变 齐声答应 我见金钱公事奏效 就让大伙把村里武装部的几把步枪带上 又让村长准备了蜡烛和手电筒 农村 有那种用树皮做的胡哨 依然发了一个 Sharevian提醒我 这地穴至少有两层以上 孙教授他们可能想看看下面的一层 受空气侵蚀的受损程度 在那里遇到了什么 而且两层之下 还不知更有多深 地下环境中 眼泪 水分 气体 细菌等化学生物的作用 遇到空气 有一个急剧的变化 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极大 咱们每人都应该再用湿毛巾 蒙住口鼻 点上火把 火把熄灭 就立即后退 我点头成事 让大伙按照Sharevian的话进行准备 留下三个民兵 在上面专门负责升降吊框 另外让村长带领村委会的人 把住大门 不要让不相干的人进来 看差不多准备就绪 我正要当先下去 忽然间门外一阵喧哗 有个瞎子趁乱挤了进来 此人头戴一副双圆盲人镜 留着山羊胡子 一手拿着本现装旧书 另一只手握着竹棍 纠急地询问棺材铺里的一众人等 哪位是管事的 快请出来说话 我不耐烦地对村长道 不是不让闲杂人等入内吗 怎么把这瞎子放进来了 快把他赶出去 别耽误了我们的要紧事 瞎子听见我说话的方位 用棍棒点了我一下 小子无礼 亮你也不知老夫是何许人 否则怎敢考出狂言 老夫是来救儿等性命的 村长也赶过来对我说 哎呀胡同志啊 这位是县里有名的算命先生 去年个婆姨踩到胡贤中了邪 多亏这位贤生指点 才保住了性命 你们听听他说的话 必定没错 我心中焦躁一场 急于知道孙教授的生死下落 便破口对瞎子骂道 去你大爷的 当年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 怎么没把你给绊了 那时候你躲哪儿去了 现在冒出来装大尾巴狼 我告诉你 赶紧给我起开 别跟着碍事 瞎子把嘴一撇冷横立上 老夫昔日在江西给首长起过挂 有劫难时自有去除 那时候还没你这个不羁口德的小碑 老夫不忍看这些无辜的性命都被你连累 一发断送在此地 所以明示于你 这地穴非是寻常的去除隔壁 若说出来里面的东西 怕把儿等生生吓死 第147集 我忍无可忍 真想过去把瞎子扔进地穴里 但是看这算命瞎子 在村民们的眼中很有地位 真要呛起来 免不了要得罪很多人 最可恨的是 我好不容易用金钱糖衣炮弹 打消了民兵们的迷信思想 偏在此时冒出个瞎子胡说一通 说得这些民兵一个个的又打起了退堂鼓了 我气急败坏地对瞎子说 这地穴中是什么所在 你不妨说出来 让我们听听 要是瞎不死我 你赶早给我倒一边凉快去 算命的瞎子神色傲然 你看你看 意气用事了 是不是 吓死了你这小辈老夫 我还得给你偿命 过来 让老夫摸摸你的面相 说爸也不管我是不是愿意 伸手就在我脸上乱捏 瞎子边捏我的脸边自言自语 历代家传书 相树惊奇匪夸 一个竹筒撞天机 树莓铜板补万事 莫骨官人不虚言 便知高低贵贱 哎呀怪灾呀 凡人蛇所灵巧 必有诸侯之分 看来大人您还是个不小的朝廷命官哪 我被瞎得气乐了 我现在属于个体户 在这冒充国家干部 这消息不知怎么被他知道了 就拿这话来唬我 我们家哪出过什么诸侯啊 搁现在来算 够诸侯级别的封疆大力 在地方上是领导 在军事上少说也得是个大驱的头头 我最多当过一连执掌 真他妈的是无极之谈 只听瞎子继续说 你如果不走试图 注定没有出头之日 你们如果想下地穴 必须带上老夫 没了老夫的指点 而等纵然是数着进去 最后也会横着出来 山未扬在旁听了多时 走过来在瞎子旁边说 您是不是觉得这下边是个古墓啊 打算跟我们这些穿山甲下去沾点光 倒出两件名气来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们没时间陪你再兜圈子了 你若再有半句虚言 立刻把你赶出去 瞎子被山未扬说得一正 压低了声音说 噓 小声点 原来姑娘也是行里人呢 听你这话 折磨是摸金消微 老夫还当而等是关面上的 看来你们摸金的最近可真是人才辈出啊 既然不是外人也不满而等了 嗨 老夫当年也是名阳两湖之地的谢灵力士 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去云南道斗 把这对招子给丢了吗 流落到这穷乡僻壤 借着给人算命糊口 又是孤老 所以想进去分一杯羹 换得些许散碎银两 也好给老夫鲜油之石 置半套棺材板子 谢灵力士也被瞎子气得哭笑不得 看了我一眼 我对他摇了摇头 坚决不同意 这老小子威严耸停 说到最后原来也是个倒斗的 这地穴下不像古墓 再说就算有名气 也不能便宜了他 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 但是心思活路 对我和谢灵力士的意思 知道的一清二楚 急忙对我说 老夫这里有部多紫密地沿图 而等若是肯见着有份 把倒出来的名气 运给老夫一件 这部图仆就归你们了 这图我听说过 是部地脉图 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 好像世间仅有一步 既然是本宝书 你怎么不拿去卖了呢 非要拿来同我们打仗 多半是不下蛋的 老头 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 这里打仗是交换物品的意思 下蛋的就是假货的意思 瞎子一听对我说 怎么说老夫也是前辈 你小子就不能尊重尊重老夫吗 一口一个老头 逞这口舌之快 岂不令旁人取笑你不懂长幼之虚 这部青乌神图当年也是老夫拿性命换来的 不过自古风水秘书都是不传之密 除了懂寻龙爵的正宗摸金秀卫 哪里还有人看得懂这图中的奥秘 唠到俗人手中 祖师爷岂不要怪老夫抱田天物 怎么样 成语不成 就看你等一言而诀 我心想现在时间已经耽误的太多了 再跟着瞎子摸过下去 对我们没有好处 先稳住他 有什么事 等把孙教授救回来再做计较 便对瞎子说 咱们一言为定 就按你说的办 下面就算没有名气 我也可以出钱买你这部 夺紫密地眼图 不过你不能跟我们下去 另外你还得配合一下我 给民兵们说几句壮胆的话 别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不敢下去 坏了我们的大事 瞎子非常配合 立即把那些民兵招呼过来 对他们说 这地穴非同一般 当年秦沈皇出游 曾在此洞中见到仙人炼丹 故此在山前立石碑以祭此事 日后西楚霸王项羽 汉高祖刘邦也都在洞中 躲避过朝廷严打 那时候他二人皆是不一 只因为进过这个仙人洞 日后才称王屠霸 平定了天下大好基业 此乃先秦的出击 王谷便有的陈规 诸位兄弟 王后将相宁有种呼 老夫看儿等 虽是一届民兵 却各个湖背 雄腰英式郎 皆有将军之相 不妨下着地穴中 一探究竟 日后免不了飞黄腾打 分疆裂土 我看差不多了 再由瞎子说下去 就不靠谱了 赶紧一挥手 让先前指派的三个民兵 备好了吊框 我和民兵排长先放下去 后面的四个民兵 与沙里昂再陆续下来 我和排长点了一只火把 各持了一只步枪 下到棺材铺下面 我举起火把抬头看了看 这地穴距离棺材铺 约莫有二十多米 那裂缝是自然产生 看不出人工的痕迹 下面是非常宽大的一条通道 高七八米 宽十余米 遍地用长方大石铺成 地上都渗出水珠 渗出期间觉得阴寒透骨 古田这一带水土深厚 轻易见不到地下水 这里才到地下二十几米 渗水就比较严重 是同石碑殿村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 盆地本就低洼 又十逢雨季 所以才会这样 如果这里真是古墓 那地宫里面的器物 怕也被水损坏得差不多了 大地的断层非常明显 除了我们下来的裂缝之外 地道中还有很多断裂 似乎这里处于一条地震带上 好在这条地道虽然构造简单 朴卓 却非常坚固 没有会塌方的迹象 民兵排长指着不远处告诉我 他第一次下来的时候 就是在那里 看见了有个石头台子 上面摆着个长方的石头侠侠 有二十来斤的分量 拿出去一看 里面是六尊烟红四血的古玉奇兽 那套石匣御兽 我没见过 现在正有村委会的人保管着 我问民兵排长 在王里是什么样子 石台是在一个石头盖的房子 再往前就没有路了 但是石屋地面上还有个破洞 下面横生 用手电往里面照一照 什么也看不见 就觉得里面冒出来的缝 垂着手上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我敢再看 就抱着石霞炮回来了 对了 下面有睡生 这时后面的人 也都陆续下到了地穴中 我看人都到齐了 清点了一遍人数 叮嘱他们不要随便开枪 一定要等我命令 先看清楚了 别误伤了孙教授和另外一位考古人员 我和筛瑞洋 外加民兵排长带着的四名民兵 共计有欠 带着四条步枪 点了三只火把 这人多又有枪 加上以两百块钱的劳费为目标 众人胆气便壮了 跟着我向地道深处走去 第148集 这条很宏伟 但是并不算长的地道 很干净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甚至连老鼠都没有一只 我们边走边把手拢在口边 呼喊孙教授 然而空际的地道中 除了阵阵回声和渗出的水滴声 再没有半点其他的动静 走到头 果然是像民兵排长说的那样 有间石屋 与寻常的一间民房大小相差无几 是用一块块的圆形石头 累气而成 门洞是半圆形 毫无遮拦 虽然一看便是人为修造的 却有种浑然天成的感觉 历史上很少看到这样的建筑物 难不成真让那瞎子说着了 这是什么神仙炼丹的地方 我问雪瑞扬 能否看出来 这间石屋是做什么用的 雪瑞扬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屋子 于是我们从门洞中穿过 进到屋中 这里除了有张石床之外 也是一无所有 石床平整 光滑自尽 不像古墓中的石床 看了半天 我们也瞧不出什么名堂 石屋地面上 有个方方正正的缺口 是个四十五度倾斜地道的入口 下边很深 我用手电往里面照了照 看不到尽头 只见有条人工的缓托 可以走下去 孙教授很可能就从这下去了 我对里面喊了几声 没有人回应 我只好当先带着众人下去 留下两个民兵守着入口 以防万一 沿着乱石填土电程的坡道 向下走了很久 听见水声流动 我担心孙教授掉进水中 淹死了 急忙紧走了几步 大伙到下面一看 这里是个人工开凿的洞穴 中间地上 有个不大的水潭 手电照射下 潭水是深黑色的 深不见底 物质是不是活水 上面有几个大铁环 吊着数条沉入深潭中的大铁链 奇怪的是 这链子黑沉沉的 不像是铁的 但是一时看不出是什么材质打造的 因为上面没有生锈的迹象 锯链笔直 沉入潭中的一端 好像坠着什么巨大的物体 我们欲待近前细看 那几条粗大的链子 突然猛烈地抖动了一下 把平静的潭水 激起了串串涟漪 进入到洞穴深处的 除了我和山尔阳之外 还有民兵排长 带着的两个民兵 我们忽然间垂直坠入水 潭的链条一阵抖动 都不禁向后退了数步 这洞中无风 潭中无波 如此粗重的链子 怎会凭空抖动呢 难道被巨链 掉在水潭下的东西 是个活物吗 是什么生物需要用如此粗的链条锁住呢 我望了山尔阳一眼 她也是一脸茫然 对我摇了摇头 我自问平生奇遇无数 也算见过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但是面对着地道下的水潭 还有这粗大的铁链 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头绪 但是事关孙教授的下落 只有冒险把铁链拉上来 看看下面究竟有些什么 这时候民兵们开始紧张起来了 自古以来 三秦之地便是民风彪悍 对于这些当地农民出身的民兵 如果让他们面对鹤枪实弹的敌人 也未必会退缩 但是他们这些人 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 再加上没下地穴之前 村民们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我们身临其境 这些民兵见了这怪异的情况 自然不免疑神疑鬼 民兵排长对我说 前首长 不不不 胡首长 这水娃娃里 怕不是锁着剩怪物的 这可是警督不得呀 否则咱村就要遭殃了 另外两个民兵也说 是啊是啊 怕是真锁着黄河中的警怪 不要轻举妄动 免得着灾热祸 我耳朵里听着民兵们对我说话 眼睛始终没闲着 必须找些理由 把民兵们说服 否则他们都被吓跑了 只剩下我和山瑞阳 又记得什么事呢 我四下里打量周遭的情况 石碑殿村是一个小型盆地 离黄河不远 我看风水形势从未走过眼 这里绝对不会有什么贵族的墓葬 虽然这里环境很好 甚至可以说是处神仙洞 但是这里地下水太多了 不可能有人傻到把墓修在这里 那条宽阔的地道 以及地道尽头的石屋 也不像是墓室 我只是对古墓很熟 别的古代建筑就不太懂了 但是石屋中的石床 又有几分古怪了 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 一种是摆放墓主观国 叫做墓床 另一种是陈列名气的 叫做神台 石屋中的那句 更像是个摆放东西的神台 这有个小小坛口的洞穴 到了这里就算是到头了 已经没有任何岔路暗道 孙教授和另一名考古队员 肯定是进了这个洞穴 这里却全无他们的踪影 莫非他们遭到了什么不测 掉入了水潭中了 整个洞 有明显的人工开凿拓展的痕迹 规模也不是很大 数条促大铁链穿过洞顶 连接着角落里的一个摇路 明显是可以升降的 看来潭中的铁链 可以被拉上来 我伸手摸了摸链条 里面确实是铁的 不过外面 涂上了一层防锈的涂料 显得黑沉沉毫无光泽 我再看沉入潭中的铁链 还在微微的抖动 这样的情况 应该不会是被潭下暗勇所冲 肯定是有活的东西 难道被铁链拴着的 是什么巨猿老龙之类的 这种事万不能对那些民兵们讲 我忽然想起了算命瞎子的话 那老儿信口开河 不过对这些村民却有奇效 我不妨也照猫画虎 以迷信思想对迷信思想 反正当务之急 是把潭中的东西拽下来 尽快找到孙教授 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 对民兵们说 同志们 现在祖国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头可断血可流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能丢 咱们一起动手 把铁链从潭中拽出来 民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 就抢了对我说 胡首长 我的胡大首长 拽不得 拽不得 万万拽不得呀 这链链拽着黄河里的老坏的 这道弥天大事 可不敢随便做 说实话 我心里也没底 不过表面上 却要装得镇定自若 拿出点首长的感觉来 我对民兵排长说 排长同志 你记不记得那位有名的孙命先生 是怎么说的吗 你们村 那位瞎子先生 是古时江太公刘伯温诸葛亮转世 前之八千年 后之五百载 他说这里是个仙人洞 我看多半没错 因为我在研究古代资料的时候 看到过这种描述 这坛中坠的 一定是太上老君炼丹的香炉 里面有吃了长生不老 百病不生的灵丹妙药 咱们肯定是先发现这些仙丹的 按国际惯例 就应该 就应该 国际上 对于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 好像会让发现者享有什么权利 但是我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 赶紧问山尔阳 国际惯例是什么来着 按国际惯例 首先发现的人 享有命名权 我一听光惯名那行啊 于是接着对民兵们讲 同志们 命名权 你们懂吗 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 比如兄弟 你叫李大壮 那只要你愿意 咱们发现的仙丹 就可以叫大壮丹 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 把这种仙丹批量生产 造福人民 咱们就算是对党和人民 立下了大功啊 另外最重要的是 仙道仙德 咱们五个人是先发现的 每个人都可以先长几粒吗 这是我做主拍板的 三个民兵让我砍得都晕了 三人你看看我 我瞅瞅你 一者在上面的时候 瞎子说的话 他们都十分相信 二者又爱慕这种建立工业的虚荣 三者的长生不老的仙丹 谁不想吃上一把呀 但是还有一个顾虑没有消除 既然铁链下坠着的是 太上老君丹炉 为何铁链会不实的 抖动呢 第一百四十九集 我暗道不妙 夜长梦多 再由这帮民兵瞎猜 我这谎就撒不圆了 这个铁链为什么会动呢 啊 对呀 他会动 那是因为 因为这炉中仙丹的仙气 他流动啊 这种吃了长生不老 万病接触的仙丹 你们以为 跟那中药丸子似的 又黑又臭啊 这每一变仙丹都有灵性 毕竟不是世间凡物 民兵们听了我的话 都连连点头 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看来这链子拴着的东西啊 不是什么黄河中的精怪 肯定是太上老君的丹炉 纷纷卷起绣管准备动手 民兵排长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走到我身边 对着我的耳朵 说了几句悄悄话 我听后笑着对他说 排长同志你尽管放心 仙丹神药没有治不好的病 就你这点事根本不算什么 这仙丹是专制羊而不举 举而不尖 尖而不久 久而不射 射而不愁 愁而不多 多而不 另外的两个民兵 在旁边听了 都哈哈大笑 弄得民兵排长有点脸红 对那两个人大声的呵斥 鱼热的笑给射的快干活 沙利杨觉得有些不太稳妥 低声地对我说 老胡 我看被铁链拴在坛中的 像是些有生命的东西 就这么冒冒失失地拽出来 是不是 我趁着民兵们过去准备转动摇路 便对沙利杨说 难道还信不过我吗 你尽管放心 我和你一样 也只有一条性命 岂能拿咱们的安全开玩笑 我看过这么多形式礼器 从未走过眼 纵观这里的风水形势 我敢以向上人头担保 绝不会有什么古墓 所以不用担心有粽子 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 得天独厚 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 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凶恶异兽 就算是有 也有铁链拴着 咱们又有步枪防身 怕他什么呀 万一孙教授是在下面 咱们迟迟不动手 岂不是误着他的性命 当然现在动手 怕也晚了三秋了 咱们听天由命吧 我不是对你不放心 是你从来就没办过 让我放心的事 你对那些乡民们 怎么讲不好 偏说什么长生不死的 仙丹尿药 我看你比那算命的瞎子 还不靠谱 等会儿万一把铁链子提上来 没有什么仙丹 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 我可没瞎子那两瞎子 那老儿能掐会算 满嘴的跑火车 现在我是没办法了 要不这么说 那些民兵们不肯出死力 我看那脚盘非得有三个人以上 才能够转得动 只有咱们两个可玩不转呢 等会儿万一没有仙丹 你可得帮我打个圆场 别让我一个人作难 民兵排长准备完毕 在一边招呼我 我和山尔阳便不再谈论 将火把插在了坛边 各端步枪 拉开枪栓 对民兵排长一挥手 动手 民兵排长带着另外两个民兵 转动摇路 像在井中打水一样 在脚盘上卷起一圈圈铁链 没想到 这脚盘与摇路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 设计的极为巧妙 根本不用三个人 便只一个人 使八成力气 就可以把铁链缓缓卷进脚盘 随着沉入水潭中的铁链升起 我与山尔阳等人的手心里 也都捏了一把冷汗 潭下的东西是活的还是什么别的 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心情也不由地跟着粗大的铁链 慢慢上升提了起来 铁链卷起十余米 只见潭中水花一分 有个黑沉沉的东西 从潭水之中漏了出来 民兵排场大叫 我的祖宗啊 整个是被胡首长给说着的 恐怕整的是个太上老君 勺达的鲁鲁 民兵们用摇路脚盘卷起了铁链 在铁链的拖洞下 一个巨大的黑色物品 哗哗躺着水 被从水潭之中掉了上来 因为火把的光源有限 那物体又黑 初始只看到个大概的轮廓 又圆又粗 跟个大水缸似的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 不是什么水中的动物 是个巨大的物品 我们谁也没有见过 太上老君的丹鲁 难道真的被我言中了 这世上哪有如此凑巧的事啊 我为了看得清楚些 让山瑞扬举着手电照明 我自己举起了插在地上的火把 凑到近处细看 这时整个黑色的巨大物体 都被吊出了水面 民兵排长等人 把脚盘固定住 也都走过来观看 水潭的直径不到三米 更像是一口大一些的井眼 我们站在潭边 伸手就可以摸到 吊上来的东西 在火把手电筒的照射下 这回瞧得十分清楚 只见这是一口大钢 至少外形十分像水钢 钢身上有无数小孔 刻了不少古怪的花纹 我和山瑞扬见过很多古 这种奇特的东西 尚属首次目睹 实在搞不明白 这是个什么东西 年代历史初出 全看不出来 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大废周折 把它用数条铁链掉在水潭里 这口破钢 值得这么机密吗 钢口是封着的 盖子是个尖顶 显得十分厚重 边上另有六道插栓扣死 想打开钢盖 只要拆掉这六道插栓就可以 锯缸四周 全是小指大的孔洞 一沉入水潭中 锯缸就可以通过这些孔洞 注满潭水 但是只要用摇路脚盘 把铁链提拉上来 一超出水潭的水面 锯缸中出满的水 就会漏光 天底下的水缸 都是用来盛水的 但是这口贵缸的功能 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是另有他用 就连民兵排长那等粗人 也看出来 这不是什么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 忍不住问 胡首长 这怎么不像是 太上老君装弹药的炉子 都是有几封像 我们家里漏水的那口破缸 排长同志 这就是你不懂了 你家的水缸上面 有这么多花纹吗 你看这许多花纹造型 古朴奇特 一定是件古物 你就等着文物局 来给你们村民发奖状吧 Sherry昂 看罢这口贵缸 也是心下疑惑 这也不像是水缸啊 我看更像是折磨人的刑剧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说把活着的囚犯 装进漏眼的缸里 进入水潭中 等他快淹死的时候 再把缸掉出水面 把里面的水放光 这样的刑剧倒是有的 以前我在电影里看过 反动派就经常用那种酷刑 折磨我们英勇不渠的地下党 不过我看 这口怪缸不太像刑剧 折磨人的刑剧 哪用得着这么精雕细刻 这缸上的花纹 极尽精妙之能事 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东西 咱们乱猜也没用 上去把插栓拔掉 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事物在说 搞不好就是仙丹 民兵排长拦住了我 胡说着 可不敢乱开 万一要是钢里缝着圣妖魔放出来 如何是好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怪物 刚才咱们看到潭中的铁链抖动 可能是水潭下连着地下湖 湖中的大鱼大虾碰到了这口钢 不要疑神疑鬼 你要是现在还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咱们让事实说话 你们都向后退开 掩护我就可以了 看我怎么单枪匹马上去 把钢盖掀掉 里面便真有猛恶的妖怪 也是先咬我 我他娘的倒要看看 谁敢咬我 他们拦不住我 只好搭起了手凳 把我拖到了怪缸的顶上 这口奇特的怪缸 与铁链之间甚是坚固 我站在上面 虽然有些晃悠 但是铁链却没有不堪重负断掉的迹象 我爬到怪缸的顶上 一摸之下 才发现这口缸外面 包着三层刷有生漆的铁皮 非常结实 不是寻常的瓦缸 心中按道 他娘的这么结实的缸 是装什么的呢 搞不好还真是封着什么鬼怪 打开之后只看一眼 要是有情况 立刻把盖子封上 就是 第一百五十集 Sherry Young和民兵们站在下面 仰起头望着我 都替我捏了把汗 他们不住口地提醒我多加小心 我拆了两个插栓 抬手向下边的众人挥手致意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然后继续低头 拆解下一个插栓 这些插栓在水中浸泡久了 却并没有生锈 用力一拔 就可以拔掉 我刚拆到第五个插栓 忽然脚下的柜缸 一阵晃动 似乎缸中有什么东西 在大力挣扎 我站在上面 立足不稳 险些一头掉下去 急忙用手抓住上面的铁链 把失去重心的身体 牢牢固定住 其实悬挂在半空的怪缸里面 有东西作动 这口缸毕竟沉重 摇摆的幅度不大 只是我没有准备 倒被他吓了一跳 我攀住铁链 只听缸中劈哑啪啪的乱响 真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使劲挣扎 难道孙教授被困在里面了 在坛中抛了这么久 还没淹死吗 下面的筛瑞扬 与三个民兵也听见了声音 都对着怪缸大喊 孙教授的名字 让他不要着急 我们马上就会把他给救出来 缸中声响不绝 但是却无人回答 我救人心切 哪里还管得了许多 立刻把最后的插栓拔掉 缸上回旋的空间有限 我便用手攀紧铁链 想用脚踢开钢盖 这时候 我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古时候有种钢关 以钢为关 把死人装进里头掩埋 不过十分少见 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 难道这口奇特的漏眼大钢 就是一口钢关吗 里面有死而不灭的僵尸作祟 我与山瑞阳这次来陕西 也带了两只手电筒 不过都在山瑞阳的包里 我现在爬到钢顶 身上除了摸金服之外 什么器械都没有携带 连个黑驴蹄子也没有 真有粽子倒也难缠 不过我随即打消了这种念头 我对我那半本十六字 阴阳风水秘书非常的信任 既然按书中记载 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 就肯定不会有 他娘的这里要真有粽子 我回去就把那半本书给撕了 当下一咬牙关 硬着头皮把钢盖踢开 洞中本就黑暗 沙瑞阳和三个民兵 都举着火把在下头 我上来的时候没带手电 此刻人在半空 只见跪缸中黑骨隆隆 再加上被下边的火把 将眼睛一晃 更是什么也看不见 我俯协身去 想让下边的人 抛个手电筒上来 刚一弯腰 指纹的一股腥臭直冲鼻端 呛得喘不过气来 我连忙捂住了鼻子 拿眼睛向怪缸中扫了一眼 黑暗中只见有只白色的人手 从缸中伸了出来 我惊叫了一声 孙教授 连忙伸手去握那只手 想把他拉上来 可是我的手一碰到缸口的那只手臂 就觉得不太对头 又湿又硬 是手骨 而不是活人的手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晚了 因为太着急 已经拽着手骨 把一具张着大口的骷髅人骨 给扯了上来 虽然怪缸在半空 光源在更靠下的地方 缸中的事物看不见 但是骷髅被我扯了出来 看的却是真气 白森森水汪汪 这事情完全超出预料 心里落差太大 吓得我大叫了一声 从缸上翻了下 大头朝下摔进了水潭 那深潭中的水 冰冷刺骨 阴气急着 我头朝下 脚朝上摔了进去 被那潭水呛得鼻腔疼痛难忍 好在我自小是从福建海边长大 不管是军区带跳台的游泳池 还是风高浪急的海边 都是我小时候和胖子等人游泳的去处 水性就是那个时候炼出来的 因为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危险 多少次都差点淹死在水里 此时落入潭中 心中却没慌问 在水中睁开眼睛 没有光源 必须立刻游回潭口 否则就要活活枪死在水里 但是四周一片漆黑 摔下来的时候 头都晕了 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在水里又听不到声音 真好像已经死了一样 最多还能再坚持半分钟 看来是回不去了 正在我已经绝望了的时候 忽然眼前一亮 有人拿着防水手电筒 朝我游了过来 不是旁人 正是Sherry Young 见我落入潭中 这潭口上小下大 一旦掉下去 两分钟之内不游回来 就得淹死在下面 不敢耽搁 从民兵身上 抓起了一条绳子 拿着手电筒 跃入了水潭 我知道这时候 再也不能逞能了 赶紧抓住Sherry Young的手 民兵们在上头 拉扯绳索 把我们两个人 给拽了上去 Sherry Young脸色刷白 你个老胡 这回真是危险 我在晚上几秒钟 没法说你 简直是不堪设想 我也是缓了半天 才回过神来 对Sherry Young 又是感激 又是惭愧 哎 又他娘的差点 去见马克思 不过一回生二回熟 在鬼门关前 转悠的次数多了 也就不害怕了 再晚几秒也没关系 大不了你们把我拽上来 再给我做几次人工呼吸 我正要再说几句 那口悬在半空的跪缸 又传出了一阵阵声响 似乎有人在里面 敲打缸壁求救 众人一起抬头 妄想的掉在半空的跪缸 心里都有一个念头 活见鬼了 我对Sherry Young说 别担心 我再上去一趟瞧瞧 倘若我再掉进水里 你记得赶紧给我做人工呼吸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Sherry Young白了我一眼 指着民兵排长对我说 想什么呢 要做人工呼吸 我也会请那些民兵给你做 你怎么这么见外呢 换做是你掉到水里 避住了气 需要给你做人工呼吸 那我绝对易不容辞我 我发现一个是你 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死胖子 从来不拿死活当回事 什么场合了 还有心情开玩笑 对了 我问你 你在上面看到什么东西了 能把你吓得掉进水里 孙教授在里面吗 我一向以胡大胆自举 这一问可接到了我的短处 怎么说才能不丢面子的 我看着悬在半空的怪缸 告诉Sherry Young等人 这个 我刚才一掀开缸盖 里面就嗖嗖嗖 射出了一串无形的连魂夺命金针 真是好厉害的暗器 这也就是我的身手 一不慌二不忙 气定神贤 一个腰子翻身就避了过去 换做旁人 此刻哪里还有命在 算了 我不听你说了 你就吹吧你 我还是自己上去看看好了 说吧 Sherry Young将自己 湿漉漉的长发给拧了几拧 随手盘住 也同样让两个民兵搭了手梯 把他拖上缸顶 怪缸中还在发出声响 民兵们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惧怕缸中突然钻出什么怪物 我告诫他们 千万别随便开枪 接着在下面将手电筒 给Sherry Young扔了上去 告诉他那口怪缸里有个死人的骨头架子 让他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别跟我似的从上面掉下来 Sherry Young在上面看了半天 伸手拿了样东西 便从怪缸上跳了下来 举起一个玉镯 让我们看 我和民兵排长接过玉镯 看了看 更是迷惑不及 我在攀剑园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眼力涨了不少 我一眼就能看出 这只玉镯是假的 两块钱一个的地摊货 根本不值钱 而且是近代的东西 难道这口怪缸中的白骨是个女子 而且还是没死多久 那她究竟是怎么给装进这口怪缸的呢 是死后被装进去的 还是活着装进去淹死的呢 以钢关安葬这一点可以排除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绝不会把死者泡在水里 眼前这一团乱麻般复杂的情况 果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Sherry Young对我说 老胡 你猜猜 那口缸里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 折磨是骨头架子成精了 中国古代都是有白骨精这么一说 不过那白骨精在很多年以前 已经被孙悟空消灭了呀 难道这里又有个新出道的 想让咱们老百姓重斥二边苦 再受二茶醉 你真会联想 不是什么白骨精 刚才我看得清楚 钢中共有三具人骨 都是成年人 底下还有二十多条圆形怪鱼 虽只有两三尺长 但是这种鱼 力气大的超乎寻常 第一百五十一集 Sherry Young继续说 钢中的潭水被放光了 那些怪鱼就在里面扑腾个不停 所以才有响声传来 没把这股怪钢吊起来之前 咱们看见铁链在水潭中抖动 可能也是这些鱼 在钢中打架游动造成的 这就怪了 那那些鱼是什么鱼呀 它们是怎么跑进封闭的缸里的呢 它们吃死人吗 这我就都不知道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怪鱼 我想这种鱼不是事先装进去的 有可能 有可能这些鱼本身就生长在 这地下洞穴的水潭里 有人故意把死尸装进 全是细孔的缸中 沉入水潭 没长成的小鱼 可以从缸深的细孔游进去 我听了Sherry Young的话 吃惊不小 你的意思我懂了 你是说这是用死人肉养鱼 等人肉被啃光了 鱼也养肥了 大鱼不可能再从刚毙的孔洞中游出去 不过这样养鱼有什么用呢 这 这也太太他妈恶心了吧 两位首长 鱼看了半天 这只啄啄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婆相是个村里一个女子戴的 她嫁出去好多年来 也从不同家里来往 前几个月才第一次回娘家 当时她戴着这只啄 让咱们看 还跟咱们说 这是她在广东买的 值个上钱块 村里的婆姨们个个看着眼糊 回去都抱怨自家的汉怎么本事 买不起上钱块的首饰 我一听这里可就蹊跷了 忙问民兵排长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就魔后来了 那女子就不省不想的走了 村里人还以为她又和家里闹别扭了 跑回外地去了 现在看这只啄啄 莫不是那女子被歹人给弄死了 我们商议着 呼听地学的坡道上 脚步声响起 我以为是外边守候的两个民兵 见我们半天没有回去 不太放心 就下来找我们 谁想到回头一看 下来的几个人中 为首的正是孙教授 我又惊又喜 忙走过去 对孙教授说 教授 您可把我吓坏了 我为了一件大事 千里迢迢来找您 还以为您让食人鱼给啃了 您去哪儿玩了 怎么突然从后边冒出来了 孙教授看见我也是一愣 没想到我又来找他 而且会在此相见 听我把前因后果 简略地说了一遍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孙教授仔细看了看 这洞穴中的情形 对我们说 这钢是害人的邪术啊 我以前在云南见到过 看来这件事 已经不属于考古工作的范畴了 得找公安局了 此地非是讲话之所 大伙不要破坏现场了 咱们有什么话 都上去再详细地说 于是一众人等都按原路返回 村长等人看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 自是十分的欢喜 我把事先许给民兵们的劳务费付了 民兵们虽然没有吃到仙丹 但是得了酬劳 也是个个高兴 孙教授请村委会的人通知警察 然后带着我与Sherry Young 到村长家吃晚饭 我心中很多疑问 便问孙教授 这地穴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教授对我与Sherry Young 讲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他先前带着助手 下到地穴里 也看到了沉入坛中的铁链 当时他们没有动脚盘 上来的时候 在第一层地道的尽头 又发现了一条暗道 里面有不少石碑 地道的构造是H形 一共有两条道 一条明道配一条暗道 高低落差为两米 中间有一条横向的明道相连 石碑都在暗道中 所谓的暗道 就是比明道第一节有个落差 不走到跟前看 不太容易发现 明道与暗道的尽头 各有一间石屋 孙教授带着助手 进了下面一层暗道 查看里面的古代石碑 保存程度 没想到由于这里地势更低 渗水比上面还要严重许多 连接两条地道中间的部分 突然出现了塌方 孙教授二人被困在了里面 下去救援的人们 没发现这两条平行的地道 好在塌方的面积不大 孙教授二人 费了不少力气 才搬开塌落 封住通道的石头出来 一出来便刚好遇到了留守的民兵 知道有人下到石屋地穴里去救他们 半天没回来 便跟着两个留守的民兵一起下去查看 经过勘察 石碑殿地下的地道属于秦代的遗址 这种地方在附近还有几处 都是秦始皇当年派方式炼药饮的地方 后来大概废弃了 除了里面还残存着一些石碑外 再没有其余的收获了 不过这些石碑还是有很重大的研究价值的 我问孙教授 那个石峡中的六尊玉兽 以及地穴水潭中悬吊的桂缸 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难道也是秦代的遗物 不是 石峡玉兽 还有石屋下的地洞 包括铁链吊钢 与仙秦的地道遗迹是两回事 都是后来的人放进去的 我在古田县就听说 这些年隔三差五的就有人口失踪 很可能与这件事就有关系 我不是做刑侦的 但是我可以根据我看到现场这些东西 做出的推断给你们讲讲 当然 这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了 所以对你们说说也没关系 孙教授是这么分析 这套石峡玉兽价值连城 极有可能是出自于云南古巅国 古巅国是一个神秘的王国 史学家称之为失落的国度 史书上的记载不多 据传国中人多会邪术 陀湖隐一考 有过对献王六妖玉兽的记载 这是一种古代祭祀仪式用的器物 石碑殿村棺材铺的老掌柜 是村中少数的外来户之一 是从哪一带搬来的 已经查不出来了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套宝贝它是如何得到的 我们也是无法得知了 巅国灭亡于汉代 中期的时候 国内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有一部分人从巅国中分裂了出来 这些人进入崇山峻岭中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从那以后 这些人就慢慢的在历史上消失了 后世对他们的了解 也仅仅是来自于 《驼呼引一考》中 零星的记载 这批从古巅国中分离出来的人 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部落集团 他们有一种很古怪的仪式 就用那种悬吊在水中的桂缸 将活人淹死在里面 以死人养鱼 天天吃人肉的鱼 力气比普通的鱼要大数倍 等鱼长成后 要在正好是圆月的那天晚上 把缸从水中取出 将里面的人骨焚毁 用来祭祀六尊御寿 然后再把缸中的鱼 烧汤吃掉 据说吃这种用死人喂养的鱼 可以延年益寿 石碑店棺材铺的老掌柜 不知怎么得到这些东西 是祖传的 还是自己寻来的 暂时还都不知道 很可能他掌握着这套邪恶的仪式 又在棺材铺地下 发现了先秦的遗址 这就等于找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场所 为了更好地隐藏 而不暴露 便利用一拍棺就死人的传说 使附近的村民 对他的店铺产生一种畏惧感 轻易不敢接近 直到他死后 这些秘密才得以浮现出来 不过这位棺材铺的老掌柜 究竟是不是杀人魔王 这些还要等公安局的人来了之后 再做详细的调查取证 听了孙教授的话 刚好饭菜中也有一尾红烧鱼 我饿气呢 连饭都快吃不下去了 越想越饿气 干脆就不吃了 我对孙教授说 您简直就是东方的福尔摩斯啊 我在下面研究了半天 愣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高啊 您实在是高 孙教授这次的态度 比上次对我好了许多 当下对我说 其实我以前在云南亲眼看到过 有人收藏了一口这样的桂钢 是多年前从南洋那边买回来的 想不到这种邪术 在东南亚的某些地方流毒至今 第152集 孙教授继续说 你还记得我上次说过 老陈救过我的命吗 那也是在云南的事 这种恶心凶残的邪术 虽然古怪 但是毕竟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能找到孙教授 就已经达成目的了 所以刚才孙教授说的那些话 我们也就随便听听 我与莎莉扬 正要为了陈教授的事有求于他 一时还没想到该如何开口 这时孙教授提到了陈教授 便请他细说 哎 有什么可说的 说起来惭愧呀 不过反正也过去这么多年了 当时我和老陈我们俩 被发到云南接受改造 老陈比我大个十几岁 对我很照顾 我那时候出了点作风问题 和当地的一个寡妇相好了 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有多坏 我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的听着 心中暗笑 孙老头长得跟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似的 一点都不像个教授 想不到过去 还有这种风流段子 连这段罗曼史都交代出来了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来 他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人 想套他的话 并不太难 关键是找好突破口 只听孙教授继续说 当时我顶不住压力 在牛棚里上了调 把脚下的凳子踢开才觉得难受 又不想死了 特别后悔 对生活又开始特别留恋 但是后悔也晚了 舌头都伸出来一半了 眼看就要晚了 这时候老陈赶了过来 把我给救了 哎呀 要是没有老陈哪 哪里还会有现在的我 我知道机会来了 孙教授回忆起当年的事 触着心怀 话多了起来 趁此机会 我赶紧把陈教授现在的病情 说得加重了十倍 并让山未扬取出了 一文龙骨的踏片 给孙教授观看 对他说了 我们为什么来求他 就算看在陈教授的面子上 给我们破例 写点蜜 孙教授脸色立刻就变了 咬了咬嘴唇 愁愁了半天 终于对我们说 这块踏片 我可以拿回去帮你看看 分析一下 这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 不过这件事你们千万别对任何人吐露 在这里不方便 不方便多说 等咱们明天回到古田县招待所之后 你们再来找我 我担心他转过天去又变卦了 就把一文龙骨的踏片腰了回来 跟孙教授约定 回县招待所之后 再给他看 当天吃完饭之后 我与Sharry昂 要取路先回古田县城 还没等出村 就被那个满嘴跑火车的算命瞎子给拦住了 瞎子问我 还想不想要买他那部 夺紫密地眼图 货卖十家 至于价钱吗 好商量 我要不是看见瞎子 都快把这事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知道他那本夺紫密地眼图 其实就是本风水地图 没什么大用 真本的材料比较特殊 所以值钱 图中本身的内容和山海经差不多 并无太大的意义 况且瞎子这本 一看就是个下蛋的西背货 根本不是真品 老头 你这部图 还想卖给石货的 那是当然 石货者随意开个价钱 老夫便肯割爱 不石货者纵然许一千金 也是枉然 此神物断不能落入俗辈之手 老夫那日为阁下摩古断相 发现阁下蛇索欺骄 生就堂堂一副微风拔面的诸侯之相 放言当时 能配得上这部夺紫密地眼图者 舍阁下欺骗 话要这么说 那你这部图谱恐怕是卖不出去了 因为这根本就是仿造的 石货的不愿意买 不石货的你又不卖 您还是趁早自己留着吧 还有别再拿猪猴说事了 行吗 我们家以前可能出过属猪的 也可能出过属猴的 可就是没出过什么猪猴 我要是猪猴 我就该进动物园了 瞎子剑被我识破的这部假图 便求我念在都是同行的情分上 把他也带到北京去 在京城给人算个命摸个骨 倒卖些下蛋的名气什么的 也好响应朝廷的号召奔个小康 我看瞎子也真是有几分可怜 动着侧眼之心 与山瑞扬商量一下 就答应了瞎子的请求 答应回到北京 给他在潘家园附近找个住处 让大金牙照顾照顾他 而且瞎子这张嘴 能跑得开航空母舰 可以给我们将来做生意 当个好托 但是我嘱咐瞎子 首都可不必别处 你要是再给谁算命 都捡大的 说对方将来能做什么 诸侯王爷元首 那就行不通了 搞不好再给你扣个 煽动群众起义的帽子办了 瞎子连连点头 这些道理不须你说 老夫也自然理会的 那个罪名可是万万担当不起 一旦朝廷上追究下来 少说也问老夫个斩奸后 到了京城之中 老夫专简的见面 发财的话说也就罢了 于是我带着瞎子 一起回到了古田招待所 有话便长 无事极短 且说转天下午 好不容易盼到孙教授回来 立刻让瞎子 在招待所里等候 我与筛瑞阳约了孙教授到县城的一个饭馆之中碰面 在饭馆中 孙教授对我们说 关于龙骨一文的事 我上次之所以没告诉你 是因为当时顾虑比较多 但是昨天我想了一夜 就算为了老陈 我也不能不说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慎重行事 不要惹出太大的乱子 我不太明白 您究竟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这几千年前的东西了 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不能公开呢 不是不能说 只是没到说的时机 我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 这些一文龙骨 都是古代的机密文件 里面记录了一些显为人知 甚至没有再入史册的事情 破解天书的方法 虽然已经掌握了 但是由于相隔的年代太远了 对于这些破解出来的内容 怎样去理解 怎样去考证 都是非常艰难复杂的 而且这些龙骨一文有不少残缺 很难见到保存完好的 一旦破解的内容与原文产生了奇异 哪怕只有一字不准 那误差可就大了去了 这些业务上的事 您跟我们说了 我们也不明白 我们不远万里来找您 就是想知道牧尘珠的事 还有山瑞扬带着的龙骨一文踏片 希望您帮我们解读出来 看看有没有牧尘珠具体着落在哪里的线索 孙教授接过了踏片 看了多时才对我说 按规定 这些都是不允许对外说的 上次吓唬你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因为这些信息还不成熟 公布出去 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不过这次为了老陈 我也顾不上什么规定 今天豁出去了 你们想问牧尘珠 对于牧尘珠的事 我知道的很少 我觉得它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礼器 形状酷似眼球 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 在出土的西周时期龙骨密纹中 至于牧尘珠是什么时期 有什么人制作 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材料 都没有明确的信息 像你们所拿来的这块踏片 也和我以前看过的大同小异 我不敢肯定 龙骨上的符号就是牧尘珠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 这个又像眼球 又像漩涡的符号 在周代密文中代表的意思是 凤凤华 这踏片上记载的信息 是西周人对凤鸣齐山的描述 第153集 我满脑子一问 于是出言问孙教授 凤凰 那不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一种动物吗 在这世上当真有过不成 这个不太好说 由于这种龙骨天书记录的 都是古代统治阶级 非常重要的资料档案 寻常人根本无法得知其中的内容 所以我个人十分相信 龙骨密文中记录的内容 不过话说回来 我却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了凤凰 也许这是一种密文中的密文 暗示中的暗示 您是说这内容看似描写的是凤凰 实际上是对某个事件或物品的替代 就像咱们看的一些打仗电影里 有些国军私下里管委员长叫老头子 一提老头子 大伙就都知道是老蒋 你的比喻很不恰当 但是意思上有几分接近了 古时凤鸣其山 预示着有道伐无道 兴起的周朝才取代了衰落的伤咒 凤凰这种虚构的灵兽 可以说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它在各种历史时期不同的宗教背景下 都有特定的意义 但是至于在龙骨天书里代表了什么含义 可就不好说了 我推断这个眼球形状的符号代表凤凰 也是根据龙骨上同篇中的其余文字来推断的 这点应该不会搞错 这是没错 因为牧尘珠本身便另有个别名 换作凤凰胆 这个名字也不知是从哪开始流传出来的 看来这眼球形状的骨鱼 与那种虚构的生物凤凰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教授 这块踏片的密文中 有没有提到什么关于古墓或者地点之类的线索 非是我不肯告诉你们 确实是半点没有 我帮你们把一文写在纸上 一看便指 这只是一篇古人描述凤鸣奇山的寄天之文 这种东西一向被帝王十分看重 可以祈求得到凤鸣的御师 便可受命于天成就大业 就像咱们现在饭馆开业 放鞭炮挂红符 讨个极力彩头 我与山尾阳如坠无礼物中 满以为这块珍贵的踏片中 会有牧尘珠的下落 到头来却只有这种内容 我让孙教授把踏片中的一文写了下来 反复看了数遍 确实没有提到任何地点 看来这条搁置了数十年的线索 到今天为止又断掉了 如果再重新找寻新的线索 那不亚于大海捞针 我想到气脑处 不禁咬牙切齿 脑门子的青心都跳了起来 一旁的山尾阳也咬着嘴唇 全身轻轻颤抖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孙教授见我们两人垂头丧气 便取出了一张照片放在了桌子上 你们先别这么沮丧 来看看我昨天拍的这张照片 也许你们去趟云南的深山老林 会在那里有一些收获 我接过孙教授手中的照片 同山尾阳看了一眼 照片上是六尊拳头大小的血红色玉兽 造型怪异 似狮又似虎 身上还长着羽毛 都只有一只眼睛 面目猙獰 玉兽身上有很多水银斑 虽然做工精美 却给人一种十分邪恶阴冷的观感 不知为什么 我一想起这是棺材铺掌柜的物品 就说不出的厌恶 不想多看 一看就想起用死人养鱼的事情 恶心的胃里翻腾 我问孙教授 教授 这张照片 是昨天在石碑店拍的吗 照片上 莫非就是在棺材铺下 找到的石匣御寿吗 是啊 我想你们 会用得到这张照片 所以连夜 让我的助手回到县城 把底片洗了出来 你们再仔细看看照片上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山尔卫阳本也不愿多看这些邪兽 听孙教授此言 似乎照片中有某些 与牧尘珠有关的线索 于是又拿起了照片仔细端详 终于找到了其中的特征 教授 六尊 红玉邪兽 都只有一只独眼 而且大的出奇 不符合正常的比例 而且 而且最特别的是 玉兽的独木 都与牧尘珠完全相同 没错 正是如此 所以我刚才劝你们 不要沮丧 柳岸花明 又一村 我与山尔卫阳惊喜一较假 但是却想不通 古巅国地处南疆一鱼 怎么会和牧尘珠产生联系呢 难道这么多年以来 下落不明的牧尘珠 一直藏在某代 颠王的墓穴里吗 孙教授虽然对 凤凰胆 牧尘珠了解的不多 但是毕竟掌握了很多 古代的加密信息 而且对历史档案 有极深的研究 孙教授认为 牧尘珠肯定是存在的 这件神器 对古代君王 有了非凡的意义 象征着权力与兴盛 而且不同的文化背景 与地缘关系 使得对牧尘珠的理解 也各不相同 在棺材铺中 发现的石霞玉兽 可以肯定的说 是出自于云南古巅国 巅国 曾是秦时下设的三个郡 秦末时天下动荡 这一地区 就实行了闭关锁国 自立为王 从中央政权中脱离了出去 直到汉武帝时期 才重新被平定 据记载 古巅国有一部分人 信奉巫神邪术 由于宇宙观价值观的差异 国中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这些信奉邪神的人 为了避乱离开了巅国 迁移到蓝沧江畔的深山中生活 这部分人的领袖自称为献王 像这种草头天子 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 史书上对于这位献王的记载 不过只言便宇 这些玉兽就是献王用来举行巫术的祭器 六尊红色玉兽分别代表 东 南 西 北 天 地 六个方向 每一尊都有其名称与作用 献王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 需要服用一些置换的药物 使其精神达到某种无意识的境界 同时六玉兽固定在六处祭坛上 产生某种磁场 这样就可以达到与邪神图腾之间 在精神意识层面进行的沟通 献王纪礼时使用的玉兽 要远比棺材铺下面的这一套大许多 咱们在棺材铺下面发现的这套 应该是国中地位比较高的巫师所用的 至于它是如何落入棺材铺老掌柜手中的 而老掌柜又是怎么会掌握这些邪法 就不好说了 可能性很多 也许他是个盗墓贼 也许他是献王手下巫师的后裔 至于这六尊红色玉兽 有可能是献王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 将牧尘珠实体化了 或者是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延伸 而且这位献王 很可能见过真正的牧尘珠 甚至有可能 他就是牧尘珠最后的一任主人 不过没有更多的资料 只能暂时做出这种推断 我听了孙教授的分析 觉得十分有道理 只要还有一分的机会 我们就要做十分的努力 但是再询问孙教授献王的墓 大概葬在哪里 孙教授就半点都不知道了 献王墓本就地处偏远 加上献王本身精通艺术 选的灵指必定十分隐秘 隔了这么多年 能找到的概率十分渺茫 另外孙教授还嘱咐我们 不要去盗墓 尽量想点别的办法 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 现在医学很发达 能以科技手段解决是最好的 不要对牧尘珠过于执着 毕竟古人的价值观不完善 对大自然理解的不深 风与雷电都会被古人当作是神仙显灵 其中有很多凭空想象出来的成分 并承诺只要他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立刻会通知我们 我满口答应对孙教授说 这您尽管放心 我们怎么会去盗墓呢 再说就算想去 不是也找不着吗 第154集 孙教授点头道 这就好 我这辈子最恨盗墓的 虽然考古与盗墓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盗墓对文物的毁坏程度太严重 国家与民族 我最怕孙教授说交 他让我想起了小学时的政教处主任 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动不动就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动不动就上升到某种只能仰望的高度 我一听这种板起面孔的大道理 就全身不自在 我见孙教授能告诉我们的情报 基本上已经都说了 剩下再说就全是废话了 便对孙教授再三表示感谢 与Sherry昂起身告辞 临走的时候 把那张御寿的照片要了过来 孙教授由于要赶回石碑店 继续开展工作 就没有回县招待所 与我们告别之后 自行去了 我跟Sherry昂回了县招待所 见瞎子正在门口给人算命 对方是个当地的妇女 瞎子对那个女子说 不得了啊 只因为在天上住得腻了 这才转世下凡 到人间闲玩一回 现在该回天庭了 所以才得上了这不治之症 不出三月 但听得天上鲜月降东 便是你起驾回宫的时辰 那女子哭丧着脸问道 老神仙 你说我这病就没个痴了 可是我舍不得我家的汉子 不愿意去和玉皇大帝过日子 我跟他没感情 再说我家里还有两个娃 瞎子显得很为难 对那个女子说 娘娘您要是不想回宫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是老夫 那女子不住催促瞎子 往瞎子手里塞了张十元的钞票 求瞎子给自己想个办法 再多活上个五六十年 瞎子用手撵了撵钞票 知道是个十块钱的 立刻正色道 也罢 老夫就豁出去了 替你与玉皇大帝通融一下 反正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就让玉帝多等你三两个月 你就在凡间多住上几十年 不过这就苦了玉皇大帝了 你是有所不知啊 他想你想的也是茶饭不思 上次我看见他的时候 发现足足瘦了三圈啊 都没心思处理国家大事了 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的 盼着你回去呢 我担心瞎子扯得没谱 回头这女子的汉子再来找麻烦 告他个挑拨夫妻感情都是轻的 便在旁边招呼瞎子到食堂吃饭 瞎子见我们回来了 就匆匆把钱揣了 把那女子打发走了 我牵着她的竹棍 把她引进了食堂 我们准备吃了午饭 就返回西安 然后回北京 我与山瑞阳和瞎子三个人 做了一桌 山瑞阳心事很重 吃不下什么东西 我边吃边看那张玉兽的照片 目前全部的线索都断了 只剩下这些眼球酷似木尘珠的红色玉兽 看来下一步只有去云南找找献王墓 运气好的话 能把凤凰胆倒出来 顶不计也能找到一二相关的线索 不过最难的是 如何找这座献王墓 只知道大概在云南境内 蓝沧江派 那蓝沧江长了 总不能翻着地皮 一公里一公里的哀处找吧 山瑞阳问我 你不是经常自吹自擂 说自己精通分金定穴吗 这种小情况 哪里难得到你呢 到了江边 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 就能够找到了 这话可是你经常说的 哎呀 我的姑奶奶 哪有那么简单 分金定穴只有在一马平川 没有地脉起伏的地区才能用 那云南 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 是去过的 山地高原 占了整个云南面积的90%以上 云南有三大水系 除了金沙江 鹿江之外 就是蓝沧江 从北到南 贯穿全省 而且地形地貌 复杂多变 自北发育 横断山脉 山脉 枝干 多得数不清 咱们要是没有具体的目标 就算有风水秘书 恐怕找成一百年也找不到 哎呀 可真少见 咱们连你也开始说这种泄气的话了 看来这次真是难了 我没有泄气 我觉得可以给咱们现在的状况概括一下 有信心 没把握 信心永远都是足够的 但是 现在把握可是一点都没有 大海捞针的事没法干 咱们可以先回北京 找大伙合计合计 再尽可能的多找些情报 哪怕有三成把握 都比一成没有强啊 瞎子忽然插口道 二位公母 听这话 难道你们想去云南斗斗不成 老夫劝你们还是趁早死的这条心吧 想当年老夫等一众谢领历师 为了图谋这一笔天大的富贵 便想去云南斗县王的斗 结果没了到那地方凶险重重啊 平白舍了六条性命 只有老夫凭着一身的真功夫 才侥幸得托 这对招子就算留在云南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还物自心有余悸呀 瞎子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听在我耳中 如同六月里一声炸雷 我把吃在嘴里的饭全喷了瞎子一脸 你刚说什么 你去云南找过县王墓 你倘若信口雌黄有半句虚言 我们就把你给扔下 不带你进京了 瞎子擦了把脸说道 老夫是何等样人 岂能口出虚言 老夫曾在云南礼界山 到过滇王的斗 不过去的晚了些 斗里的名气都被前人顺没了 那墓里除了一段人的大腿骨 只剩下半张人皮造的古颠国地图 但是自己也已经模糊不清 老夫一贯贼不走空 此等不义之才焉有不取之理 当下便顺手牵羊烧了出来 后来在苏州 请了当地一位修补古字画的 翘首匠人 用冰醋擦了一十六遍 终于把这张人皮地图 落得完好如初 谁知不看罪 原来这图中 竟是县王墓穴的位置 县王带着一批国民 从颠国中分离了出来 远远的迁移到了深山里 避世而居 颠王墓中 又怎么会有 县王墓的地图呢 你可不要骗我们 老夫自是言之有误 这两国原本就是一家 据说县王选的是处 风水宝地 死后葬在那里 那地方有很特殊的环境 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抖 想那唐宗汉武都是何等英雄 生前威慑四方 死后也免不了被人倒了抖 是还惨遭践踏 自古王家对死后之事极为看重 最怕被人倒抖 县王死后 他手下的人就分崩离析 有人想重新回归故国 便把县王墓的位置画了图 呈给滇王 声称也可以为滇王 选到这种家学 这些事情就记载在这张 人皮地图的背面 不过想必后来没选到那种宝学 要不然老夫又怎能把这张人皮地图 倒出来呢 瞎子从怀中取出了一包东西 打开来赫然便是一张皮质古代地图 虽然经过修复 但是仍然十分模糊 途中山川河流 依稀可变 非是老夫胡你二人 这图老夫随身带了多年 平日里从不是人 今日见儿等不信 才取出来令儿等官知 第155集 瞎子继续说 不过老夫有一言相劝 你看这图中的虫骨 有一块空白的地方 那里多有古怪之初 直如龙潭虎穴一般 任你三头六臂 金刚罗汉转世 进了虫骨 也叫你是有趣无灰 县王墓在虾子口中 是个很邪的地方 说着话 虾子将自己的双圆盲人眼镜 摘了下来 我与山瑞扬 往他脸上一看 心里都是咯噔一下 只见虾子的眼眶深深凹陷 从内而外 全是暗红色的疤痕 像是老树枯萎的金脉 从眼窝里长了出来 原来虾子这对眼睛 是被人把眼球弯了出来 连眼皮都被剥掉了一部分 虾子把盲人镜带上 长吹了一口气 对我和山瑞扬说 过去了这么多年 往事虽如过眼烟云 却仍是历历在目啊 那最后一次去逗逗 老夫还记得清清楚楚 什么叫触目惊心啊 那便是触目惊心 我知道 虽然瞎子平时说话 朝三不朝两 以嘴皮子骗吃骗喝 但是他说当年去到县王墓的经历 多半不会有假 毕竟这些事情不是谁都知道 不过在重古深处的县王墓 究竟有没有瞎子说的那么厉害 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我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永远不可能被倒着抖的风水宝学 但是想起孙教授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 县王形式诡秘 崇敬邪神 又会艺术 料来不是一般的人物 那棺材铺掌柜的 用人师养鱼 以求延年益收 这法门便是从几千年前 县王那里传下来 由此可见 当年县王形式之阴邪凶恶 不是常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Sharry杨想从侧面 多了解一些县王墓的情况 对瞎子约略讲了一些 我们在棺材铺下 发现漏缸装人师养鱼的事 并把孙教授的推断说了 很可能是云南县王那里 遗留下来的古老邪术 瞎子听罢冷哼了一声 撵着山羊胡子说 那孙教授是个什么东西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把袖子们都交成瘦子了 想必也是老匹夫一个 那斯知道个什么 不知者本不为过 然而不知道又冒充知道 就是误人子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孙教授说的不对吗 据老夫所知 献王的邪术得自于藏地 最早发源于现在的功名山 是最古老的藤树 藤树与古独将头 并列为滇南三大邪法 现在藤树失传已久 古独将头等 在云南山区南阳 泰国辽国等地 仍有人会用 不过早已示威 只余下些小门小法 依你这样讲 原来棺材铺老掌柜 用铁链钓住铁缸 在里面用死尸养鱼卫大 是藤树的一种 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当真能够延年益收吗 现在说起来 那掌柜的已经死了 他的来历好像很模糊 说不定他就是古巅国的移民 活了几千年了 世上哪里有那种 活了几千年的妖人呢 老夫现在都快成你的顾问了 也罢 索性一并告诉尔等知道 当年老夫与六个同行 到云南深山里去盗盗 为了安全起见 事先多方走访 从一些寨子中的老人口中 多多少少的了解了一些 你们所讲的贵钢的确是藤树的一种 将活人淹死在钢中 这个务必是要活人 进水前死了便没有用了 钢上的花纹叫做 勘魂符 传说可以让人死后 灵魂留在血肉中 不得解脱 端的是狠毒无比 水中的小鱼从钢体孔洞中游进去 吃被水泡烂的死人肉 死者的冤魂也就被鱼分食了 用不了多久都被啃成了干干净净的一架白骨 而那些吃的死人肉的鱼饵 长得飞快 二十几天就可以长到三尺 用这种鱼钓汤 滋味鲜美无比 天下再没有比这种鱼汤更美味的美食了 我正在边吃饭 边听瞎的说话 越听 觉得越是恶心 只好放下了筷子不吃了 这鲜鱼汤味道如此超群绝伦 你肯定是亲口喝过的 否则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 老夫可没那个福分 喝了那种神仙汤 哪里还活得过三日 钢中的鱼养成之后 就已经不是鱼了 而叫藤 这藤就是把冤死的亡灵作为毒药 杀人于无形之毒 喝了鱼汤被害死的人全身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 临死是面孔甚至还保持着一丝笑容 像是正在回味鲜鱼汤的美味 害死的人越多 他的邪术就越厉害 至于最后能厉害到什么程度 这就不得而知了 老夫纵然冤魄 毕竟也有见识不到之处 十二位羊也在一旁听得直皱眉头 原来棺材铺的传说 着落在这邪术之上 那位黑心掌柜 有了这骇人的阴毒伎俩 用藤术骇人性命 想必发明这套邪术的献王 也不是什么善类 这棺材铺掌柜 一介村府 虽然会这套藤术 他的手段只是皮毛而已 又怎么能够与献王相提并问 所以老夫劝你二人尽早打消了去云南 叨叨的念头 老夫就是牵车之剑 儿等不可不查 十二位羊如何肯信瞎子为言耸听 继续追问瞎子 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当年你去云南找献王墓的经过 如果你的话有价值 我可以考虑让老胡送你件名气 瞎子文言立刻正色道 老夫岂是贪图名气之人 不过也难得而等由此孝心 老夫自是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说起当年的恨事 那当真是烦恼不寻人 人自寻烦恼啊 当年瞎子在苏州城中 是匠人修复的人皮地图 经过仔细验证 得知这是记录县王墓位置的地图 心中不胜欢喜 先前瞎子连到的几个头 都没有什么收获 这县王毕竟曾是古滇国一代国君 虽是南疆小国 他墓中的名气也应该少不了 于是瞎子召集了几名相熟的谢领历士 这批盗墓贼遇到大墓 都是集体行动 盗大墓的手段 不论是摸金发丘 还是班山谢领 也无外乎就这么几种 喇叭爆破事 用大铲大厨 或者用炸药破坏风土堆和墓墙 直接把地宫挖出来 这是最笨的一种办法 再不然就是切虚位 从墓室下面打盗洞进去 这要求盗墓者下手比较准 角度如果稍有偏离 也挖不进去 瞎子早年间 就是专挖南方的墓 他们这批人不懂风水秘书 只能找有限制记载的地方 或者找那些有石碑 风土堆残迹的古墓 第一百五十六集 这一次 有了人皮地图作为线索 所谓的容颁 都将来看 是